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象棋栏目继续要向大家介绍QQ游戏 天下企业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决 那么今年的全国联赛呢 已经赛程已经过半了 已经打到第14轮了 那么呢目前呢 依旧是黑龙江队领先 那么黑龙江呢 他有两位老将 一位是黑龙江 我们说是俗称小东北虎的赵国龙 他的师傅就是王家梁 那么呢 另外一位选手呢 是从金陵家门到黑龙江的陶汉明 也是曾经的全国冠军的获得者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位金陵的选手 现在代表黑龙江出阵的陶公子 我们以前大家在一起比赛的时候呢 都戏称他为陶公子 很多人都说陶公子呢 是因为业余的棋手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这么说 但是他在获得全国各能锦标赛冠军的时候呢 的确他的身份是业余棋手的身份 那么他在比赛中获得冠军以后呢 一直是代表杰林出阵啊 那么这次他代表黑龙江下得非常好 我们看看啊 他的对手呢 是拿着先授的党飞广西的 那么我们可能也知道 党飞啊 其实啊 他原来的所在地呢 注册的所在地呢 是湖北队 那么这次呢 代表深邦马广西队出征 我们看看他会有出色的表现吗 下面我们可以就看看啊 他们这个棋局的经过 好 党飞 帕尔平武 这位年轻的选手啊 闭目旗下的特别好 而且呢布局相当的熟练 好 陶汉明啊 对付 因为以前我都知道 他喜欢屏风马 但今天呢 这位党飞是布局非常好呢 所以他的战略战术应用呢 就 呃 运动了个新的战略战术啊 这个泡泡屏武 看上去是 吓到了很多 但是呢 呃 现在不算最流行的布局 好 这个我们叫顺炮 那么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 居一 平二 逐七进一 啊 这个顺炮这个布局呢 呃 我们说冲这个兵 就叫缓开居 呃 另外一种我们说呢 呃 走三步最好能够把居 出动的话 那么走居九进一 我们就说呢 这是顺炮 折居 被横居 呃 也是一种 下法 啊 十三东中呢 陶公子呢 选择了兵七进一 马八进七 正 他正马 马二进三 啊 啊这个都是 啊这个都是正常的下法 啊这个都是正常的下法 冰七进一 啊这个时候呢 啊给黑方一个选择 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 炮二进四 当然也有出横车啊 啊一些其他的走法 呃 这个这一招呢 我记得 胡文华曾经对北京的富光明啊 拿着后手 后手一定要赢的情况下呢 曾经也有过这个选择 炮二进四 那么呢 现在能到党非选择 这个时候马是必须要调住了 他这个浸泡的目的 不是说我直接炮打兵啊 他浸泡的目的将来 拿 炮二平三将来 他是这个意思 不是直接打兵 所以呢 这个马头被压住呢 呃 红发很不舒服 所以呢 一般来说要么马七进六 要么马七进八 呃 这两个选择 我们看一下 呃 会怎么样的选择 当然了 居酒进一也是一种选择啊 啊 将来先出去 你要压我的话 我就飞向 呃 我们看看 实战当中是怎么选择 果然马七进八 呃 党非的马翘好以后呢 将来居酒进一 呃 居酒平七 或者将来 呃 走炮八平七 呃 呃 都有一些后续的这个手段 呃 配方 炮二平七 正常 呃 因为本来你马不跳 我要压你 你跳出来 我的作用 呃 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直接炮二平七 呃 以前啊 这个 这招提啊 呃 看上去秩序有点不同啊 也是 但是大通小益 一般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一般美人家都会先走这个 居酒 尽一 呃 看看你怎么进攻 我再炮 二平七 也是一种选择 好 实战当中呢 他是直接炮二平七 可以打 居酒 尽一 那么呢 现在呢 既然这样打了以后呢 黑方呢 又是个选择 我刚才说了 如果不打兵 他也可以选择 居酒 尽一的 呃 不直接打的话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一招其实相当流行啊 我们演变几个回 你出去 那么他就可以考虑先平居 那么你要不要一先不是 还是平 那又是一个选择了 现在他直接抛二平七的意思呢 有可能将来我就 居酒精一这首期 我就不走了 我可能将来要居酒平八对居了 好 我们看下去啊 党飞 年轻的选手啊 他闭幕棋 大概可以下二十盘左右 也是 相当厉害的一个年轻棋手 是柳大华的 这个是徒弟 果然 陶公子 因为考虑到你这个布局太熟了 所以呢 他选择这个冷屁一点的 居酒平八对居 他对居的目的就是要瞄着你 你这个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千万不能夺啊 这个一夺 你这个速度太慢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必须要 接受气掉这个项 这样一个布局的特点 所以呢 居二进九 是正常的选择 这个 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先吃 如果先吃我这个补一手 那就 这个黑方就是吃亏太多了 所以 得到一点补偿 先靠 七 进三 四四进五 马其退吧 吃居 正常的选择 那么现在呢 看上去这里是一个空心爆 但是这个居 出居的速度也是比较缓 所以说呢 这种期呢 现在目前还不好说 谁好谁坏啊 谁优势 那么赶快出动直立 去九平六 那么黑方呢 现在就要考虑了 我是先跳马 我是还是先出去 因为先出去 这个这个居很难处 都封住了 这个马还要受到攻击 那么 这个兵冲过来 那么速度太慢了 这个居没有动的话 这个 嗯 速度太慢 那么我们现在来 帮陶公子想一下 他有什么办法 啊 嗯 这也是 金 嗯 这个顺炮当局经常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布局 好 实战当中的黑方呢 是选择了泡沫瓶酒 就是说我这个当头炮的一时使命完成了啊 我将来事项补起来我把这个局对掉 那么意思里我这个兵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嗯 这个也是一种布局的勾施啊 应该说也是正确的选择 泡沫瓶酒 既然你主动把这个泡烂出来了 那么党飞 他也是属于攻杀型的这样的一个起手 布局又相当厉害 他也毫不迟疑的就是兵武尽异 向山尽异不一手 继续兵武尽异 那么还要跳出去 因为红方我们明显的看到他出子的速度太快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能到黑方考虑这个兵 看来是不能吃的 只能要放弃啊 你一吃的话 他这个速度太快了 泡打兵马往里跳 他这个速度 哎呀 你毕竟这个局还在家里面 所以呢 补一手四四进武 好这个时候呢 红方又是一个选择啊 好 红方该怎么走比较好呢 红方如果要捞一点学会 这个飓风做了 你你这里暂时没有对我有攻击的手段呢 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 二五进四啊 他也是 这个目的就是说要捞一个学会吃个中兵 你不不敢吃 吃我一吃将来病痴想马往里跳 这个是蛮凶的 那么我泡五进四以后呢 你不敢吃的话 如果你兵之禁一的话呢 那我就拘留金啊 这种棋呢 应该说呢 谁好谁坏呢 应该说是 两分之四 我们两分之四就意思 你说呢 这个棋呢 基本上还是属于军事啊 那么我这里将来可以考虑对峙 一人有一个兵啊 你飞向嘛 我就躲 你总不见得飞了我吃 而且你这次飞向我也可以往往下冲 好 我们看看 还原以后 实战当中他有没有泡五进四 我们看一下啊 实战当中 红方 马八进七 这首棋 我感觉有点问题啊 因为我这个马 是封住你这个黑方这个驱的 这个吃病是我的权利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要 把黑方这个驱放出来呢 这个我们叫松绑 你这个子力被绑住的 你现在松绑了 这个棋感觉上 那我还是捞这个时候会比较好 因为为什么说捞了 你将来进驱以后 像也可以飞起来 那么好 马八进七啊 这首棋呢 感觉 给人的感觉 嗯 不是 不是太好 你以为冲兵冲兵很积极 但是呢 黑方的有生力量啊 陶公子的有生力量 这个驱出来了 驱一平二 发炮 炮八平七 驱二进六 好 陶公子 这个时候 及时的赚住了 这个上二路 应该说 这个时候 上二路是这个 生命线啊 这个兵家 一争之地 驱二进六 啊 党飞呢 他是呢 可能在整个计算的过程中 就始终没有想到要跑五进四 他是准备冲冲冰 是呃 嗯 这样一个构思 但是你现在兵五进一的话呢 黑方 黑方 上二路 他这个马 怎么来 躲这个马 因为现在路没有 这里 没有路 那么只有这个点 是回去 还是 马大进 跳上来 这个时候呢 他又是一个选择啊 如果马 回去 那个马肯定是保住了 那么 党飞先走方呢 来个居六平啊 就把你这个连款马给摔住以后呢 应该说这个 洪方这个形式还是蛮乐观的啊 是战当中 没有这么走 是战当中黑方式选择了马八进七 啊 这一手马八进七啊 他是做好了气质的准备啊 为什么说他马八进七这两个马连上以后呢 洪方现在是有那个攻击的点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呢 在马七进六 他这个攻击的点抓住了 现在你这个马没有地方躲 但是这一手骑啊 我刚才说 桃花明这手马八进七好好在哪里 他已经有思想准备了 我这个马是不要了 那么我现在这个拘出来以后呢 我要发挥这个底炮的这个作用 选择了泡七瓶酒 七直了 我这个马是没法躲了 马六退五 又是一个选择啊 这个时候 是过来 还是这个泡九瓶八 是一个选择 他这个居呢 在站着要倒 还舍不得居然瓶八 所以呢 陶公子选择了 泡九瓶八 应该说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这时候 这时候因为你不能挡 挡我这里 一过过来 你不能吃我 一浆 一抽再一浆 一抽 这个我们说这个抽起来很舒服的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出老家 降五瓶四 刚才说了两用的 我舍不得放在这里 我现在可以叫江去二瓶六 我们下棋下棋啊 就是两用的棋 要含蓄的放走啊 去二瓶六 十五尽四 好 这个过程 基本上是赚到一点便宜以后 虽然是指 现在要解决这个马的问题了 马器进五 把这个马交换了 居六平五 炮八 进气叫江 僵尸进一 现在是多了一个指 双炮 居双炮 对居双炮多了一个马 但是黑方呢 有这个兵的补偿 而且你老家 不归于位 所以说这个棋局呢 应该看上去还是差不多 更有利弊啊 关键难度很大 黑方现在怎么办 你没有更好的攻击手段 有没有杀呢 有没有杀呢 你杀 我吓死 你也杀不了 有没有杀 好 好 实战当中呢 陶公子的 他是没有没有 他是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杀 他可能走这个的话 他也一个这个一个 一个也可以考虑炮 退役 你还是没有这个进攻的手段 可以防守 可以防守 因为下市不行 下市这里有可能一将 这个将来 一勾 这里有交降 也有点危险啊 好 好 实战当中呢 陶公子的炮八平塞 他这一手棋的意思就是说 我长线作战 你现在红方对我 有什么攻击的手段 你没有攻击的手段 我将来这个兵要渡河来作战 那么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直接开始进攻了 炮 而居五平八 是要杀 这一招期呢 我感觉走的 有点急 啊 我们说 陶公子这一手炮八平三 他是有目的的是什么 这是叫拔掉他这个炮这个跟 我炮打下以后 你这个中炮 你居一动我 中炮就没有跟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给出的建议啊 就是红方这个时候 党飞可以考虑炮五进二 他这一手很厉害 为什么要进到这里 哎 你现在这个抓不能抓 在我的马口 哎 你这里不能来 我炮打下 我要抽狱 所以说我下一步 我再拒五平八 那就厉害 啊 这个呢 这样的棋呢 应该说呢 战线很长 谁好谁坏 还不好说啊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党飞呢 以为这个形势自己是有利了啊 毕竟多了一个子 所以他直接进攻了 选择了巨五平八 这个有点急 刚才说了 这个像被拔掉以后呢 那人家先手有一个抓炮 巨六平五 桃公子过来 巨六平五 你僵吗 我就吓死 你先抓吗 我就退 而且我吃着你这个泡 你这里还要 你要先防守一下 所以呢 党飞 骂三清四 兵器进一 这个时候这个小兵 如果没有这个小兵 那红发很舒服的 那赢定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 厉害就厉害 在这个时候 黑方 这个兵器进一 即使中原 你这个马炮的防线 就给我破了 巨八金山交加 四五退四 巨八退六 再抓狙 巨五退一 红方 炮五 敬意 下一步要打巨 这个时候你兵肯定不能吃麻 那么就补一手 这个时候呢 公不能忘手 四六进五 不一手 解决这个马的问题 马四进三 我们看这个兵就是非常厉害啊 这个兵是控制了这个马的马路 所以呢 继续的发挥这个兵的作用 去武退啊 抓马 马三进啊 现在因为你不能抓 抓他四脚一将绝杀 而且抽狙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狙也不能动弹 那么这个两个炮 我们说 长期炮归架 这个炮要回去助政 陶海明 这个陶公子啊 就是打这种散手的棋 他是很厉害的 果然 炮三退四 这炮三退四 你看他这里可以退 这里可以叫江炮 可以防守 所以这个 三退四一周以后 我感觉呢 黑方明显的 感觉这个形势对他有利了 炮起瓶 果然 先叫江 那你这个老江不得安宁 炮三瓶六 因为这个时候他很困难 这个 你如果躲四吧 你如果躲四 那我这个局 烂 烂招 我将来 随地随地一闪 都是 要叫抽的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嗯 下士 看上去是不肯 那么他真的是 将士 平武 好 把这个老江烂进来 这时候呢 黑方其实 对整个形势的判断 他感觉呢 已经不可怕了 你洪方这个马 关在里面 啊 我现在呢 驱上炮兵 应该说呢 形势不差 但是呢 现在要解决这个驱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考虑对峙呢 我现在 如果躲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了啊 你这个老江他已经躲开了 你再烂呢 看上去 路易后手啊 所以很果断啊 我觉得陶公子这一期啊 走的都是很果断 呃 对刑事判断 也是正确的啊 他及时的就把这个炮对了 炮六平五 炮五进二 鞠五进二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洪方呢 分析一下形式啊 鞠马炮 对鞠炮兵 大家两个对头兵 这个期啊 事实上 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期 红方已经不赚优势了啊 红方已经不赚优势了 这个时候呢 呃 我觉得呢 红方应该要考虑到 正确要求和 这个时候呢 我感觉比较好的方法呢 应该就是这个 因为这里是被拖的 我怎么要出老将 关键是这个老将往哪里出 呃 这个很有技巧 呃 这个时候呢 如果降伍平时的话呢 是感觉会好一点 看上去离这个兵近了一点啊 但是呢 你这个兵一冲的话 我这个炮五退二 你看我可以防守 这个防守还是很坚固的啊 因为你不敢冲 你冲 我这个局 通了 呃 应该说呢 也是不可不可怕 啊 风气形式 我觉得是这个形式 应该差的不多 都是 多了 多了一个子 但是老将在上面 而且少一个这个兵 好 现在呢 太乐观了 红方呢 太乐观了 呃 他来个 出老将 将 五 平六 哦 这一步期呢 我觉得有点可怕了啊 这个老将 很不安宁 好 黑方呢 先 泡酒平气 手一下 他说我要来打你了 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攻击你了 那没办法 泡五平二 巨五平四 一交交 降六平五 好 你控制了自己的要点 我也控制自己的这个防守的要道 巨四推二 要抓 这个马怎么办 泡二平五 巨四平五 还是被剑 降五退一 抛七平八 这个将来泡回去的话 或者将来打马 马也死了 捕一手 四六进五 果然 黑方五 兵七平八 啊 这个马打死了 黑方就是明显的占优了啊 这个 嗯 取胜就机会多了 刚才我刚说 老将 往这里躲 还能求和 现在马被打死了 一看马打死了 肯定死了 是不是还是送个泡 泡五平二 兵八禁一 巨八平二 当然 交换 四合七 我肯定不会交换 泡八瓶九 降五瓶四 向五进七 好 现在巨双 巨泡双兵 对巨马双兵 那么应该说是黑方式必胜的啊 兵一进一 竹一进一 巨二进二 抓向 向其推五 巨二推一 巨五平二 要较将 巨二平三 他也还不几义要较将 他泡九平八 走杯 泡要回去 马二推三 过来 巨二进六较将 将四进一 一 泡八推七 这个长期 泡一归一架 你基本上 红方就输定了 四五进六 巨二 退六 将四退一 巨二进六 好 他现在把这个巨的位置调成好 还是上二的比较好 巨二退三 对兵 兵九进一 那么这个时候你 对了也是输 那么我现在呢 还慢慢 对先进攻一下 泡八平六 降四平五 再将巨二平五 降五平六 走的很紧凑啊 先下五进七 把你这个巨马先隔断 好 那么你吃 这里都是问题交加 他现在也不敢吃 降六退一 那么我就挤住 泡六平七 巨三平二 巨五退三 巨二进二 马也死了啊 你再怎么防守 你争取吃了这个 你也对不了 那么我就兵一进一 好 这个兵一次以后 观众朋友们 这招兵兵一次以后呢 那么现在这一局期呢 再怎么抵抗 那么也是没有用了 这盘棋呢 以党费的失败而告终啊 应该说黑龙江队啊 这次一路过关斩架 特别是陶汉明啊 陶公子 应该说在他这样的年龄 他是66年还是68年出生的 应该说呢 在联赛当中呢 能下出这样的棋 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 陶公子在这次联赛中呢 也为黑龙江队立了大功 这一半棋的胜利 也使得黑龙江队呢 在这一轮对广西的比赛中呢 全取了两分 那么呢 上海境外探队呢 还是紧跟在后 在追黑龙江队 那么我们也要关注这个联赛 也要关注我们上海对黑龙江队 因为在最后的 人事当中啊 北京的大会战当中呢 他们还会碰面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爱好者 关注我们相加联赛 谢谢